螺旋桨飞机能够飞出超音速吗 能也不能啊 为什么呢 因为当螺旋桨飞机的飞行速度接近音速时 螺旋桨将面临一下情况 一 压缩性流动问题 当飞机接近音速时 空气流动会产生压缩性效应 即气流在螺旋桨叶片前缘形成激波区域 这种压缩性流动呢 会导致在螺旋桨叶片表面形成高压区域 增加了气动阻力 并影响螺旋桨的性能 二 气动失速 当螺旋桨叶片接近音速时呢 其某些部分可能会达到音速或者是超过音速 而其他部分则仍然处于亚音速状态 这种不均匀的气动状态 会导致部分叶片发生气动失速 即气流无法继续顺利的流进叶片 降低了推力产生的效率 三 音爆和震动 当螺旋桨叶片旋转速度接近音速时呢 会产生音爆和震动问题 音爆是由于叶片前缘遇到超音速气流时 产生的冲击波所导致的 而震动则是由于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叶片 受到不均匀的气流的影响 这些问题呢 不仅会影响飞机的性能和稳定性 还会产生巨大的噪音嘛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呢 螺旋桨飞机在飞行速度接近音速时 就很难进一步的加速 去真正实现超音速飞行了 但有的人啊 就是不信这个鞋 非要去试一下才肯罢休啊 三个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先后就造出了 两架飞得最快的螺旋桨飞机来验证 有了涡轮发动机的架持 螺旋桨能不能焕发新生呢 先是五十年代初的XF-88B 它很厉害哦 是第一架也是唯一一架 飞过了音速的螺旋桨飞机 所以我一开始才说嘛 螺旋桨飞机还是能够飞出超音速的 但是呢 它开了个挂 因为在其飞行测试期间呢 XF-88B在用螺旋桨产生推力的同时 也使用了两台带有加力燃烧式的五轮喷气发动机了 于是它的超音速呢 不纯粹啊 但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第一步的实验目的基本已经实现了 那就是看看将这两种推进方式整合起来之后 到底能够收获哪些好处呢 当时啊 虽然早期的喷气式战斗机已经出现 但是它们在起飞时的速度较慢 需要一段很长的跑道才行啊 这个恰恰是航母上没有的啊 而螺旋桨飞机呢 则具备出色的起飞性能 如果能够将两者的优点结合 岂不美哉 XF-88B呢 显然就已经验证了这种组合所具有的潜在优势 尽管在探索螺旋桨飞机 是否能够实现超音速飞行方面 遇到了一些阻力 好 于是此刻呢 工程师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见好就收嘛 不再非要追求用螺旋桨来超音速了 而是去彻底拥抱喷气式 因为随着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展 和涡散发动机的成熟啊 超音速能力 显然还是要让位给他的嘛 第二个就是 不 我就是要用螺旋桨来超音速 之前超不了一定是技术上的问题 那我找到问题 解决问题不就好了吗 大家都是搞技术的啊 是我我也会选后者的 于是1950年代末 XF-84H呢 就诞生了 它拥有当时执行最大的一副三页轮远桨 可以通过改变奖具来调整拉力 它装着一台将两台涡轮机 塞了进去的大力发动机 戴上加力之后呢 能够输出超过7000匹马力的动力 它将水平尾翼刚刚升起 它在驾驶舱后方加上额外的叶片 它全副武装的把自己包装成了 看起来就能够超音速的样子 但是啊 它飞得最快的时候呢 也没有超过0.83马赫 远低于它最初设计的目标了 是不是挺悲催的啊 好在 它有一样实力是没有让人失望啊 制造噪音 由于那副不锈钢坊间轮远桨 在转起来之后 其夜间的速度已经是超过了音速的 于是在音爆和震动的叠加之下呢 它制造出了惊人的噪音 据说当它在地面上滑跑起来时 远在40公里以外都能够被惊扰到 而你要是不幸成了它的地情 恶心和头疼 就算是最轻的了啊 要是稍不注意靠的 进了一些癫痫 都能够被它给震出来啊 这是真实啊 发生在一位倒霉的地面工程师的身上 于是既飞不快 还毛病一大堆 XF-84H呢 很快就被叫停了 用螺旋桨飞出超音速的直念 也由此成为了过去式啦